里面的话最重要就是这边这个逻辑 也就是把原来的fileemail号变成 所以有时候习惯我这样写 先写个fileemail号 然后记得fileemail号对应的话一定要有个break 因为如果你没有break的话 将来你就跑不出回圈了 那等于是判断就在这里面判断就好了 所以一般就是input 然后帮我判断一下 如果是就帮我input 如果他输入一个我要跳出的值就break 这个是刚刚讲的重点 其他就把它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我们的资料绝对不像一般那种简单的范例 一定是什么大量的资料 所以大数据分析的话 那所谓大数据 那个大其实就我看 就是所谓人工不能处理的资料量都叫大 也意思是说叫你不要涂法链钢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因为不会写程式 所以每天都把自己当回圈 有没有 把自己当回圈的结果是怎样呢 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 你看到身边其实还蛮多人 我匪夷所思 我刚开始认为说很多不会 真的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很多重复 可是问题以前资料量少还可以 我刚才现在资料量这么多你怎么做 所以他变得很辛苦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把这个问题快速解决 那不就是写个回圈就搞定了 所以回圈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希望你将来一直重复做的话 OK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完的所谓的串列 OK 特别说串列 那其实这个串列基本上就有点像Excel里面的 储存格一个一个放下来 但Excel你会发现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还 应该写程式会越来越怀念Excel吧 因为Excel其实还蛮简单 只说Excel他当然也是视觉要攻击 可是他问题他里面回圈还是要变用VBA来实现 那接下来的话下一阶段我们再来看他档案处理 档案的处理的话请各位看一下 档案处理总共需要三个步骤 那不过第一个我们模拟一下 假如说我们有个情境 那个成绩我不要一个个输入 那已经有人帮我输入好 他会给我的档案 那一般的档案是什么 比如说按右键 特别SRC这边按右键 New 我们之前是New的Module 不过现在我们是New一个文字档 所以一个File OK 不是Module File 那这个File名称的话 假设我是给一个什么 国文成绩好了 ch.tst好了 给一个复档名 意思是说我的成绩都已经输入在这个里面 OK Finish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个叫ch.tst 这个时候请你自己在这边输入一些成绩 请你在这个中间加上豆点 随便输入几个都没关系 反正只是意思一下 反正我就大概意思一下 这么多 最后把它Save一下 储存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的成绩 是在这里面 那我们刚刚的练习题是怎么样呢 我们刚刚的练习题是从这边输入input input一个慢慢input 可是我现在不是input 我已经打好了 这时候你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把ch.tst的东西直接怎么样 那就帮我放到哪里呢 直接就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就好了 那也就底下的事情就不用做了 这个叫外部读取档案 那读进来的东西放哪里呢 放串列里面 OK 那要怎么做 其实呢 你会发现 在python里面 读档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真的没有 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首先的话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 我们一样拿这个 这个我底下的部分也是先注解掉 我先留下这个scope就可以了 把它注解一下 那我如果今天呢 第一个一样是建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我要把这个档案放进来 放到这个scope里面的话 其实呢 只要做几个步骤就完成了 第一个开启档案 再来做什么呢 读取到那个变数里面并且做切割 里面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可以用内建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去读取 然后模式就用R模式 建立一个F的一个 所谓的那个档案物件 利用这个档案物件 它有一个方法叫realize 把它放realize到哪里 到s里面 所以realize realize 指的是读一行 OK 读到哪里 读到s里面 再用split做切割 就可以帮我切割进来 OK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个 如果要开档的话 F物件 所以这个是一个产生一个F物件 这个物件做什么呢 就是open 然后什么呢 开这个档 那因为这个档刚好路径在旁边 所以我用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就打一个ch.tst 记得负档一定要有 豆点 模式的话 记得加一个R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 那如果未来 我的档案不在旁边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指定c币号斜线 就什么位置给他 就是给你路径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后面的R指的是read 读取模式 未来的话你可能还需要记什么W模式 W什么写 写出去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A模式 A模式append append什么 放在后面 串接模式 OK 所以大概主要这三个就大概够用了 大概还有其他的 不过我觉得用来用去 这三个是最常用RWA OK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读到F物件里面去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F物件里面能做什么 就是再利用什么 S 小事前面做一个变成S 等于F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read read line 小刮糊 那什么叫readline呢 readline顾名思义 读一行 OK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未来如果我有很多行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用叫readline 很多行 不过现在只有一行 所以用readline就可以了 OK 那有什么差别呢 readline只有读一个字串过来 但是readline时候会读很多行 会帮你放在哪里呢 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特别说readline时回来的东西会是放在串列 readline是放在字串 OK 然后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叫read read就全部读 反正你那个档案什么 我不管 不让我读回来 读回来之后还是一个字串 所以基本上读取模式 总共会有三种 readline读一行 readline时读全部行 那还有一个什么 那还有一个什么read read也是全部读 那read跟readline的差别是readline使读回来是串列 OK就是帮你做清单 那read的话读回来是字串 好这两者是他的差别 不过目前大概我们现在只有一行 所以这个问题暂时不存在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后面都有提问 我会教各位大量档案读取合并的问题 大量档案的分割问题 有没有 档案常会遇到什么 我需要全部读进来 放资料库 帮我合并 OK 然后合并完之后我要分开 不同的人 不同的县市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什么之类的 OK 所以要怎么去合 怎么分 后面会讲 OK 好那这里的话 我用readline OK 好那我先把它print一下 printer 把sprint出去 大概写到这里了 所以其实只有三行 这个其实还用不到 OK 我们就 其实基本上就这三行 读档到f物件 然后读到这边print出来 所以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我prints 他已经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先读到f物件 然后我用readline 帮我读到一个串列 放到s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还是没有 把它放到score的串列里面 可是我要怎么把它分割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你可以利用像 Excel里面不是有资料剖析 或VPA里面其实也有剖析 剖析的话 就是在S物件里面 所以下一行的话 我要把它剖开 剖开之后放score 那怎么剖开放score 特别注意 前面的话你就用score去接 因为我剖完的结果 我会希望它放在清单 它现在是一个字串 我希望剖开来之后 放到这里面来 OK 这个方法其实也跟VPA里面有个Splitter 一模一样 那怎么切 S 点 里面有个方法叫Splitter 这个 Splitter就有点像什么呢 Excel我刚刚讲 资料剖析 其实资料剖析 它的英文名称也是Splitter 也是Splitter Splitter呢 它会跟你要什么 就跟Excel一样嘛 它一定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那个资料跟资料中间是什么分隔 逗点 所以请你加一个逗点就可以了 那它要讲 当你把这个字串里面的中间分隔 把它delete掉之后 丢到score里面去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 最后的score把它print出来 看一下结果 OK 那这样的话 我把这个切完之后 放score 然后print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就全部切割开来 可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我们刚刚input的时候 是有把它转成整数 可是因为这个Splitter 它是一个自串的方法 自串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切割完之后的结果 也会帮你变成什么 对 所以你要小心 如果你放一个自串 那你等一下不是我们要加总 平均 那你要又遇到一个问题 加总平均 如果你要用sum的话 里面你放自串 它是没办法上的 所以怎么办 你就跑回圈 一边转型一边累加了 所以这边你不能用sum 除非你要把里面所有的每一个资料 全部转换成这个整数再放回去 可是变成你要再再跑个回 一样嘛 所以这 好 OK 所以大家 请各位试一下 那如果这个已经做完之后 底下要怎么切 所以底下这个就不用了 但是 一样要有几个 总分平均 所以不用回圈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切一下 OK 所以这里 城市真的非常少 3 总共主要就是 最重要是那两行 f等于open 档案在哪里 读取模式就啊 然后再来什么呢 用vline 把资料就读进来 然后你会发现 python在读档上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跟java 或者是跟vba比起来的话 这一点真的是简单很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外户档案读进来 那读完之后呢 请各位再 把读档这一部分 跟刚刚的程式做串接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已经不用 再一个一个输入了 那我要怎么样 把里面有几位学生 总分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然后还有什么 最高分最低分 也把它做出来 结果 试一下